请问多个问题 做八段金要做多久 每次做一个级续 要做多久 是否做5分钟 10分钟 15分钟 还是半个小时 如果全式的八段金来说 是12分钟 初学的人 我们会建议一个星期 如果未到10年的阶段 一个星期最少做三次 当它练成整个功法之后 其实我们不是要每天做 我们熟练的话 我们会建议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做5天 因为有些情况下 都不适合做 就是一些极端的环境情况 比如外在环境就是 大风下雨 行雷 或者过度热的天气 我们又不适合 内里的因素就是 如果当一个人去的情绪 太过高昂 或者太过低落 甚至乎有一些内在的问题 比如女性 可能月市的头三天 这些情况 极端情况 我们都不适合建议去练功 所以如果要达至最好的效果 当它熟练了整套功法之后 就一个星期我们建议会5天 而每一套八段感 连贡去耍就12分钟 每一天我们建议可以一至两次去修炼 最终当然了 对于一个情绪病的患者来说 假设它已经熟练了 研究所得 基本上如果它再有八个星期 或以上的自己的锻炼 其实就开始在抑鬱的情绪 焦虑的情绪 甚至乎失眠 这些研究都显示有明显的帮助 我经常听说练功练功练功 也有一个名词 那我叫做走科入魔 会不会呢 这是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 其实会否走科入魔 其实根据古今中外 暂时到这一刻为止的科学化研究 其实超过七百多份 但是没有一份有报告出来 学习的阶段会出现走科入魔的情况 所以 它的做法就是动作 然后有些意念 有些句子念下 如果八段感来说 其实没有一些发声的部分 六字缺就会有 八段感来说 基本上就是 很多时候 为什么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有几个因素之下 通常会多些人学会开始学 其实另外一件事 就是八段感 是比较 那个动作比较 比较 比较 可以令到一个人 可以熟悉一些 练健身器梗基本的功法 例如中正安舒 就是说我们头颈 以及脊椎 是一个正直的状态 但是就不会很崩紧 一些叫做沉肩醉爪 我们的肩膀会放松 我们的爪就不会夹起 也不会起降 这些基本的动作功法 在八段感那里 我们的参与者就容易学会 也有帮助他将来 可以更加有基础地 去练习其他健身器梗 即是我们学习器梗的过程中 会令到人会舒适一些 放松一些 从而如果我们有情绪 或者精神的问题 或者身体健康的问题 都会慢慢舒缓 没错 其实三条合一是最重要的 我们教导健身器梗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根据三条合一 就是调身 调息 调息就是我们说一呼一吸 就是调息 调息就是我们有一些主动 有意识地去控制 就是我们呼吸的节奏 频率等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调心 当调身调息和调心 做到三条合一的时候 我们说会去到一个境界 叫做入症 其实入症 就是如果对情绪病来说 最大发挥功效 就是去到入症的层次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 如果换另一句 容易明白一点的说话 就是我们的脑 没有一些很刻意的 思维处理的活动在里面 去到这样的境界 我们的压力的荷尔蒙的分泌 或者我们的压力 就是自我感觉的压力的情况 也会得到舒缓 做到这个精神松弛的情况 那些焦虑和抑鬱的症状 就会相对减少